一大顆榕樹突然往下倒 停放在下面的機車被壓垮 安全帽都掉到地上 除了機車 還有一名女子也被壓到 手上送衣 榕樹嚴重歪斜倾倒 幾乎連根拔起 外包廠商趕緊到場 將樹枝一一拒斷 移除這棵樹 昨天風超大的 跟著降風一樣 颱風山土而持續增強逼近 也夾帶強勁的風勢 周一新竹一北的地區 刮起8到9級的強陣風 在9月30號上午 新竹縣竹東鎮客家戲曲公園 就一棵大榕樹突然歪斜倾倒 有三輛機車東倒席外受損 還有女子挫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政公所得知消息 也趕緊聯絡廠商處理 而廠商人員透露 其實這棵樹早就爛根了 懷疑是樹根包覆著布枝布 導致太過潮濕 樹根不敵強風早晨倒塌 另外在桃園 也是有露樹倒了下來 這棵大樹連根拔起 橫躺在路中央占用車道 車輛完全沒有辦法通過 警察和工程人員趕緊到場 先將樹枝鋸斷 再徒手搬起來移走 機具將倒塌的路樹 小心翼翼運上貨車 這也是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跟桂山交界處 虎頭山環保公園前的上坡路段 在30號碗間路樹被吹倒 幸好沒有波及到人車 提醒民眾外出千萬要小心 TVBS新聞 林志偉 陳世銘 陳嘉彤 新竹桃園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